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打工足疗房产第29期的节目 那这也是在2019年第一期的节目 那希望大家在2019年当中呢,有闲,有钱,有健康 那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房产投资人 只需要多一些帮助,多一些知识,多一些行动 打工足疗房产在2019年年初呢 会围绕着资产保护这个话题呢 展开一系列的这个专家的这种访谈 那我们会去和这个保险的中介 还有和这些律师,会计师去聊一聊 怎样通过他们专业领域的这个知识呢 给你进行这个资产的保护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呢,是围绕着保险和资产保护来讲 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一期听完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有一种观念 就是说保险我不需要 那其实我们现在有一点点所说的 就是说这种财商教育 那对于你的这种财,理财的这种智商的这种教育呢 那这种保险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那资产保护和保险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那其实你可以看一看这里的公司 这里的做事情的一些人 他们其实都是和保险这个行业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被强迫着 因为你买房子买车可能因为有贷款 被强迫着说你必须要去买保险 而我们很少接受到真正的这种保险 这种财商方面的教育 就是说怎样去把我们这个人和我们挣的这个钱去保,去保护好 那今天我请来这个嘉宾呢 那他的公司的有一句口号呢 我非常的欣赏叫做保护好赚钱的人 守住你赚到的钱 其实这也是保险行业可以帮助你 做这个资产保护的这么一方面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嘉宾呢 他还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新西兰虽然说是一个福利非常好的国家 可是如果你依赖政府的福利的话 他仅仅是可以保证你一个生存的 在新西兰生存的这么一种状态 或者这样的一种生活水平 如果大家去进行房产投资 肯定是都对于这个生活的这个标准 其实是有追求的 而保险呢 其实就是保证你的生活质量 如果一旦有任何事情发生 你的生活质量不会下降 而如果你依赖国家的这一层的这个 最低的这种保护网的话 虽然说你还可以在新西兰继续生活下去 可是你的生活质量会下一个台阶 那好 那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这个嘉宾 那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 我非常高兴地请到了梁燕 那她是这个中国法学的硕士 新西兰工商管理硕士 和新西兰国家注册金融保险师 梁燕在新西兰的金融行业 保险行业职业二十多年 多次获得澳纽银行高级商业部的数项奖项 她多次获得全球保险业百万美元圆桌会员资格 那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 Assure Me爱手的杨燕 做客打工足疗房产 你好你好大家好 谢谢斌 谢谢你的邀请 那我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 也说过 在2019年呢 我的这个节目呢 会专注地做几期关于 我们资产保护的这么一个节目 那我今天也非常高兴地 可以把梁燕叫过来 跟我们聊一聊 人的这个保险 和我们房产投资人 在我们房产投资当中 或者说在人生当中 去怎样去通过保险 去降低我们投资和生物当中的风险 谢谢斌 你这个话题很好哈 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都是非常有作为哈 就是我周围的 或者说我见过了 这几百个年轻人的客户们嘛 大家基本上都有一套 两套三套 或者更多的 有八套投资房 哇年轻人真的不得了哈 在您投资 在您赚钱的同时的话 一定要学会怎么守财 我的工作呢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您是年轻人 或者您刚步入这个投资的领域的话 您应该怎么样为自己 把自己的风险管理做好 那非常感谢两页 那我们第一个这个问题 我想问的就是说 可能我们 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避讳 谈这个生老病死 但是很多和人的这个相关的保险 其实是和这个息息相关的 那我第一个就问题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买这个 比如说人寿啊 或者说我们这个工资上面的保险 挺好挺好 并问的问题都是老百姓 天天在问我的问题 咱们呢就是用案例 用案例来讲保险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常见的一些理赔的案例 这样大家就知道了 那我们理解的保险呢 或者说新西兰的保险呢 不是等着您申雇这一天 不是看你人没了 这个理赔率只有3% 但是大部分的人是因为意外 或者生病而不能工作了的话 对家庭造成的损失会有多少 好 今天我想主要就是 跟大家讲解一些案例 我们这个Assure Me呢 在2018年的时候 一共帮助了81家客户 做了各种各样的理赔 然后呢 我们总共付出去的理赔金 大概70多万牛币 为什么要买保险 或者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直接讲 您是希望裸奔呢 还是希望穿上衣服 幸福地过自己的一生 保险不能保百分之百的事 但是一旦家里有事的话 花自己钱心疼的时候 那一定是保险在救你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 杨燕 就是说 其实这个保险 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说 真的像说 就是保障你的这个风险 那我本身虽然是从事这个IT行业啊 但是我其实在这个保险公司里边 做过几年的这个IT的工作啊 其实当时我在这个保险公司里边 这个氛围里边 他们很大的一部分 这个在谈保险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说在谈人啊 或者物 他们更多的时候就是说在谈风险 你的这个风险到底是愿意你自己 就像你说的这种裸奔的承担呢 还是说你愿意把这种风险 把它降到最低 可不可以这样的理解 对对 这个是我们以前在银行 经常做的叫风险管理分析 如果用我们的行话来讲呢 就是风险分绿色地带 黄色地带和红色地带 绿色地带就是说 你家什么事发生了的话 你自己用你的现金能扛得住的 还有这种事不用保险来管 什么事呢 是黄色的地带 黄色的地带呢 意思是说得病了 或者断胳膊断腿了 这个时候这个家可能快扛不住了 好 快扛不住的时候呢 那怎么办 你是能 你还能去上班吗 好 这个家如果你不上班的话 你的薪水从哪里来 你的房屋贷款怎么还 好 那红色地带呢 是指可能一辈子都不发生 但是一旦发生了的话 你的生命从此而改变了 从此而改变了 意思说不在于年龄大小 病什么时候来 谁也不知道 如果昨天我突然被诊断出来一个癌症 那我将来的日子怎么过 这个时候 你的生命在哪里 对吧 对 人家常说的一句话 那平时都看不出来谁好谁坏 但是一旦生病了 在医院里马上就能知道 什么东西是你的尊严 那我呢 我觉得呢 还是通俗一点 跟大家讲一些案例 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理赔的案例 那梁燕 我第一个问题想问你的 就是说 在我的这个听众群体当中呢 可能有一部分人是 他们刚刚在这里大学毕业 刚刚开始工作 他们可能已经买了他的自住房 那现在呢 或者已经买到了第一套投资房 或者正在看这第一套投资房 你可不可以讲一讲 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 怎样通过保险来降低他们的风险 年轻人刚刚步入社会 刚刚开始工作 那么准备开始投资买房子了 嗯 恭喜你哈 恭喜你 房子呢 从我们金融的角度来看 它属于资产 金融的资产 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一个不动产 所以这个房子应该买 房子应该买 那么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中呢 有房子呢 还要应该有保险 为什么呢 保险叫做只付你10%的钱 但是保你生命中50%的风险 那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打个比方讲哈 嗯 我们有一个小孩子 他是27岁 他呢 做得蛮好的 也买了第一栋房子 那么他就开始准备买保险 我就看看他哈 那么他呢 一般我们分析客户的时候 第一点我们看客户的家庭状况 他是一个人还没结婚 还没生孩子 但是也开始步入社会开始工作了 所以说他就有投保的价值 意思说他要必须亲自去工作 去挣钱 他才能够维持到他自己的生活质量 第二个呢 他在City买了一个咖啡店 买的咖啡店经营的还不错 客流量什么的都不错 至少他能够生意走上正轨了 虽然没说赚多少钱 但是生意做得蛮稳当 好 这个我们也叫做一个投保的价值 我要根据他是雇员呢 还是自己做生意呢 还是打工呢 还是说投资客 我要看他的收入来源在哪里 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去挣多少钱 这个我们叫做投保的needs 你的insurance needs在哪里 一旦你不能工作的话 他的损失在哪里 像这个客户 那么他如果真的不能工作的话 第一点 他自己的收入从哪里来 第二点 他自己不能去开咖啡店 不能去上班的话 他如果请另外一个人 帮他来运作这个生意 他的营业额 能不能跟原先的是一样的 那他如果单独再花钱 去请另外一个人 他要多付另外一个人 多少钱的工资 对吧 那么如果说他不在了 老板不在了 那他的进销库存 这些东西怎么办 他要多花多少钱去进货 去order这些所有的做生意 要用的一些东西 再一个 他要是不在了的话 谁来帮他照顾他的客户们 他为之要多付出去的成本是多少 这样的话 一分析 客户自己就能知道 他真正不能工作的话 怎么办 那么这个是一个现实的理赔案例 然后呢 小姑娘有一天 就突然没事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自己摸一摸自己 觉得突然发现有一个小肿块 然后呢 不放心 因为他27岁嘛 他也是没有经历过什么事 不放心去检查 见满专家之后 就直接打电话给我 哭着跟我讲 你猜怎么了 我说怎么了 然后他就说 他刚刚被诊断出来是乳腺癌 然后他就哭着跟我说 你说我才27岁 我没结婚 我没生过孩子 我这一切生活才刚刚开始 我怎么可能能得乳腺癌 客户通常都是在这一刹那之间 证实了我所有说的话都是对的 你说他如果得了乳腺癌的话 得了癌症这一天 怎么办 谁来救他 那指望谁 我们讲保险是在关键的时候 给你送血中送金的 那么如果有了重疾这一天 他的损失是什么 我们讲他为此要多付出去的 医疗救治的费用是多少 新西兰有公立医疗 你是可以 你是可以走公立 可以去治疗 但是你要等多久 那么这个乳腺癌 因为它是出气 所以说你要排队排多久 再一个就是说 很多癌症 现在是需要特效药来救的 我们叫做跟DNA相关的 non-pharmac drugs 这种药公家是不管的 但是他又对治疗非常有用 还有就是说 虽然医疗费付出去了 那么收入损失会有多少 他不去工作了的话 那么指望谁呀 他这个损失谁来给他补 指望政府吗 小孩子已经有房产了 这个政府是可能会救你 但是政府保的是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 是不睡在马路上的生活质量 但是现在我们讲华人一般人的生活质量 都蛮不错的 还有属于小康生活的生活质量 如果他不去上班了怎么办 那么还有一个是他的生意 他的生意如果他不做了的话 这个生意怎么办 开个生意不容易 关个门更难 那么律师费了 会计费了 生意运营成本了 你解雇员工的都需要钱 这些钱从哪里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经历过的一单理赔的案例 年轻人其实不要裸奔 我的意思说不要裸奔 保险是什么 你宁可花钱 一辈子都不用它 但是你不能没有 有和没有之间一定要有 那么有和有多少之间 一定就是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来 我们是通过风险管理 来计算你的风险损益 然后计算这些损失 这些损失就是你的投保价值 那刚才梁晏讲的非常非常好 而且里面非常多的内容 那首先先说一下我的这个经历 那熟悉我的人其实也都知道 我为什么后来去做房产投资呢 也是因为家里人这个身体的一些原因 后来做开始做这个房产投资 但是我可能没有跟大家分享过的是 其实我在做房产投资之前 先做的是什么 先做的是说 几乎把自己从从头捂装到牙齿 怎么捂装呢 就是用保险 就是因为可能人真的是需要经历这个事情 你才慢慢的才能知道说 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用 而且保险这个东西还有另外一层 就是说等你真正意识到你有用 你再去买就买不到 是不是 对对保险这个行业 跟其他任何行业都不一样 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 觉得自己不需要保险 那我等我生病了再去买吧 那对呀 是啊 你这么说我也赞同 那我如果知道我60岁能得病的话 那我59岁再买就好了 这个我们叫做人生都有上半场和下半场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出门了还担心有意外呢 生病 那么你就是拿自己的钱赌自己一辈子不得病 还是说稍稍分一点钱给保险公司 让保险公司来帮你承担这些风险 新西兰的保险在理赔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只是看你应该怎么买 你对你自己的想法在哪里 我跟不少刚买新房子的客户们来探讨过 新西兰的现实现实情况是什么呢 小家庭呢刚买完房子之后呢就已经没有钱了 因为首期可能是父母来的 然后呢房屋贷款又这么高 欧克兰这边买房子价格又这么贵 他买完房子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 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话题 常见的一个问题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那客户才在那个Hopson Well买了房子 那买了房子之后 先生是做安装工程的 是做安装的 天天要举着设备来安装 那么先生突然有一天就是 胳膊已经被诊断是老损了 就已经胳膊举不起来了 抬不了了 那才26岁 那么太太呢这时候想起买保险了 那她都已经得病了 想起买保险了 你说怎么办呢 是吧保险难在想 其实不难再花钱买 我就跟你说 即使保先生的这个工作的这一段 保他能去工作这一段 就说他如果能工作 能挣钱这个家就没事 但是先生如果不能工作了 因为意外或者生病的原因 而不能工作了 我们保险公司就来给他付他的工资 虽然不是满额的付 但是能够让家至少没有什么压力 至少在贷款还款上没有压力 在生活费上没有压力 这种保单其实能解决年轻人的问题 对吧 像他刚刚那个26岁的小男孩的一个案例 他太太急得不得了 在他家讲话 讲到半夜12点 他都不放我走 我说我跟客户讲话一个小时就行了 八点到讲完就可以了 但是他就一直听我听我 不让我走一直讲到12点 他说拍个桌子 拍个大腿说 这些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想过 没有人跟我讲过 那非常那两言说的非常好 那我其实我再简单总结一下 其实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对待这种保险 无论保险投资 还有很多方面 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 整个社会 无论是从中国或者在新西兰 他缺乏一种这种理财 或者和金钱方面的教育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就包括我们从小 其实接受的观念就是说 你好好学习 好像什么问题就都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 在我投资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一步一步的去接触 这些专业的人士 去慢慢慢慢在补这些方面的知识 所以我想给大家建议 就是说你买不买保险 那当然是你自己的决定 但是你起码应该去和一个 非常好的这种保险的中介 去聊一聊 让他真的告诉你 你生活当中 你现在的这种情况 你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花多少钱呢 去把你的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最终呢 你如果可以拿到这么一份 类似于一份这种报告一样 你那个时候再好好的做一下决定说 我要不要花这个钱 你觉得是不是 对的 对的 并说的是对的 这也是在新西兰 新西兰政府对一个正规的 注册的咨询室的要求 我们为每一家客户 都认认真真地写这个风险分析报告的 这份分析报告的含金量 就跟我写硕士毕业论文的含金量是一样的 很厚啊 讲到这儿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新西兰的保险和中国的保险有哪些区别 那么传统意义上 亚洲人的保险 包括香港 包括中国 包括美国 保险保的都是人寿 而且保的都是说 你一单没了 怎么办 而且保险和投资 它是融在一起的 这是亚洲的保单 在新西兰呢 我们的保险和投资是分开的 因为我们十年前有这种融在一起的保单 后来十年前已经取消了 因为没有最大限度的保护到客户的利益 在新西兰呢 金融领域有很多很多方面 那保险是单独的一个金融规避风险的方面 投资是投资的东西 有很多很多投资的方法 它的回报率都会比中国那种保单回报率要高 所以说新西兰决定就是把投资和保险分开 它是两个专业领域的东西 那么新西兰的保单 还有一项叫做收入和贷款的保险 这是在中国没有的保险 这个保险 我就用老百姓的话来讲 叫做爱护赚钱的人 守住赚到的钱 这才是保险的核心的东西 而且是保险最重要的东西 好 每一家都有人在赚钱 钱是家的现金流 我们打个比方讲 钱就是一个人的血液 好 您家谁赚钱 对吧 钱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家里肯定都要有人去赚钱 那么这个人的赚钱的能力比什么都重要 明白 因为人呢 如果是说人受险 人巴登一下没了 巴登一下没了 家家如果都有投资房的话 可以卖掉投资房 可以换钱回来 为什么老百姓愿意做房产的投资 是因为看得见摸得着 到时候能够变现 为什么要变现呢 也是自己的风险管理的一个方法 我们讲我们是保险 保险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理赔的时候都是理赔金 都是钱 所以它是另外的一种金融管理理财的方式 既然是理财的一个方式 那么财从哪里来 首先要保什么 我们叫做priority 您家 您家每个家都有不同的priority 对年轻人来说 刚刚步入社会 那么另外一句话讲 就是刚刚开始要赚钱了 年轻人只要有能力出去工作 有能力去赚钱 这个家吃喝就不愁 对吧 但是他一旦出了什么意外 一旦生病 让他想去工作 而不能工作的时候怎么办呢 对吧 这个家怎么过 我们讲女人也好 男人也好 想好了家的摇钱术 谁是家里的这个摇钱术 把这个摇钱术保明白了 这个家一辈子吃车不愁的 您刚才说了 就是说要把这个家里边 这个赚钱的这个摇钱术保明白了 您可以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这个什么是要保明白的 对 这个就是说要根据案例了 我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案例 80家人理赔一年之内 所以咱们还是从案例来讲 我们讲保明白了是指event 什么样的event对家会有大的冲击 这种event呢 我们给你看的是小病或者大病 小病或者大病 您觉得您家什么事 对您家来说是个事 您能想到些什么问题 或者您看到周围的朋友 会有些什么问题 我在这里再给你举几个案例来说 好的 第一个案例呢 一个孩子呢 他是在开 他是咖啡店的一个老板 是一个先生 那么他和朋友出去玩滑雪 滑雪 那么他的朋友呢 是开饭店的 年轻人 现在 现在年轻人 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生意自顾 开饭店的 但是他在滑雪当中呢 突然就把肋骨就摔折断了 五根呢 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事 一年至少五单 肋骨断了 大腿骨折了 胳膊骨折了 错位了 这些天天都在发生 那么这个厨师 他的五根肋骨断了的话 你觉得他能怎么样 拿朋友的话直接讲 他厨师永远都没法做了 那他指望政府会做 会为他做些什么 对 但这个可能就是 可能我跟 也跟周边的朋友聊的时候 一种 我们的一种错误的认识 觉得新西兰的福利非常好 对 比如说我滑雪 就像您刚才举的例子 我滑雪 这个出了事情以后 是不是有ACC在保 是 所以这个叫误区 老百姓以为 ACC是100%的东西 所以其实ACC 在我们保险业领域 它只占10%的分量 老百姓呢 要看ACC的出发点在哪里 然后ACC能赔什么 然后呢 可以通过这个来启发自己 看如果是意外了 或者是生病了怎么办 好 咱们就用这个滑雪 这个案例来讲 这个非常明显的是意外 对吧 所以它是可以获得 ACC的理赔 但是它能获得多少理赔呢 第一个 我们叫做医疗类的理赔 意外跟意外相关的 医疗救治的费用 理疗的费用 护理的费用 ACC是可以赔的 第二点 收入 好 ACC是赔您80%的收入 但是你别忘了 它是做生意的 它是厨师 它自己到底有多少收入 是显示在账面上的 是报税了的 好 如果说 它的生意全部都是负值 并不见得每个做生意的人 都会赚钱的呀 所以说 如果它的生意 一年下来都是负值的话 虽然生意还在做 但是 它是得不到 ACC的理赔金的 就是说 在收入这一段 它得不到理赔金 因为它证明不出来 它的收入 还有呢 如果因为这个骨折 让它永远不能去做 厨师的这个行业了 对吧 谁救你 你指望政府救你 行 政府我就说 你指望政府救你 我说 大批的人在等着排队 政府救呢 什么时候 轮到政府来救你 好 还是换句话讲 保险保的不是 你的最低生活水平 保险保的是 你的生活质量 你今天的生活质量 这个 这个客户呢 其实说 他要早点认识我的话 第一点 我们是可以按照 他的生意的营业额 来保他 他如果不去上班了 我们是安月赔偿 他的生意的毛利的 这点就很厉害的 做生意的人都懂 毛利 净利 还有 还有生意的成本 还有所有的人工费 还有 找真正的厨师 去代替他 run他的business 这个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这个钱全部都是花出去的 当你不能工作的话 你关个门 哇 那没有人舍得去关这个门的 但是你不得不去关门的时候 怎么办 你是 我们还经历过 还经历过几单case 都是华人的case 比如说 他是开 他是开这个 羊毛被加工工厂的 但是他突然就诊断出是肺癌 还有是开饭店的 这样case太多了 突然是开饭店的 他如果不去工作的话 那么怎么办 他是 你看他这个地和厂房 加起来值三百万 那么他所有的库存呢 又是一百多万 他当时为了变现 把所有的东西都集卖 你是有投资 你是可以有backup计划 但是你集卖的时候 你能卖出去多少钱 你可能集卖 百分之五十都不到 你的生意的价值 还有你库存的价值 还有你所有的投资的价值 你全部都要折价买 对 这点我非常认同 对吧 那我本身呢 我所有的保险几乎都是买了 我和我太太的人寿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我们的收入的保险 还有医疗的保险 包括我女儿的医疗的保险 全部都买 当然大家根据自己的 这个家庭的情况 那肯定要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个保险呢 其实就是给你一个缓冲期 可以为你赢得更多的时间 当你有充裕的时间的时候 如果你需要去把你的这个投资房 或者你的自住房去处理掉的时候 你显得会更加的从容 这就是在我之前的节目当中所讲到的 当你的房子增值以后 你应该去和银行去进行沟通 然后看可不可以把增值的部分 通过Revolving Credit这种形式呢 把它以现金的形式放到你的账户里 这种方式呢 其实也是给你一些缓冲的空间 给你一些过通的资金 当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有这部分资金去 比如说进行一些维护啊 或者说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比如说你因为裁员 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入 可是保险呢 更多的时候是 当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保险给你一个缓冲的期间 那保险给你的这个缓冲期呢 可能可长可短 有的时候呢 因为你身体的原因呢 可能这个缓冲期可能是一辈子 它就是一辈子都会付给你钱 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 你何必呢 这个我们叫做 这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损失啊 何必呢 在你健康的时候 把这部分能够预见到的损失 用保单的方式 把它量化管理 在理赔的时候 就赔偿的是钱 我的钱不见得能解决你100%的事 但是我至少能够解决你 第一点你的收入的损失 第二点 你的emergency funds 保险理赔钱给到位非常快 它比其他的 比如说你变卖资产 比如说你利益主啦 比如说你走律师程序啦 这些都非常非常的慢 但是理赔金 只要你卖直到policy wording定义 我们是马上赔偿 我们今年光这个重疾险 我们经历了四单重疾险的理赔 四单重疾险 年龄段呢是在27岁到40岁 一个女生三个男生 理赔的案例呢 第一个是胃癌 第二个是胃癌 第三个是胰腺癌 第四个刚刚出来的是乳腺癌 所以说年轻人得大病的机会 不再是故事了 我们就是说 我们要看您的损失在哪里 您家的损失在哪里 您对你自己生活的展望在哪里 我们通常还说 年轻人 比如说你20来岁 30来岁的时候 那么或者刚刚有家庭 刚刚有孩子的时候 你对自己的生活 是有一个愿望的 对吧 到你65岁的时候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freedom 多少的你的梦想 是要通过你的投资来完成的 投资房地产 我经常鼓励客户 应该投资房地产 你觉得你的风险是在 可控范围内的话 一定要大胆的投资 那么你在大胆的投资的同时 你一定要学会 做好自己的风险规划 对吧 这个我们叫做打地基 换句话讲 我们就要做跳高 你准备跳到那个高度 那么你这个跳高 这个垫子是不是在准备好了 你这个弹跳 是不是也在准备好了 你这跳高 一旦中间有点什么折了 你突然要摔下来的时候 至少有垫子保护你 其实我总结一下 您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其实 无论您是经营什么投资 那我们这个节目 当然是主要说的是房产投资 其实做的 其实是为了提高 我们的生活质量 而保险呢 是为了保证我们的生活质量 因为出了一些事情以后 不要让我们的生活质量 没有提高 反而降到最低点 对 这些都是我这20年来 看过来的经验 看过来的经验 我们以前在银行大商业部的时候呢 客户的身价 各个身价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 当年几百万 等于现在多少 几千万了 身价 但是为什么每个月都有这么多人要清盘 要破产 是因为家里至少有一个人生大病了 当家生大病的话 老百姓直接的做法 就是要么关生意 要么卖房子 然后变现来救这个人 对吧 这个就是非常传统的做法了 我经常也给客户举例子 年轻人呢 喜欢做房产 因为我做贷款 我在新西兰做贷款 做了15年 所以跟房产有关的东西 我都懂 我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我看客户的债务有多高了 这个债务就比如说 你是在爬一个悬崖 这个债务 什么情况下 什么事情发生了的话 你这个债务 你会偿还不了了 年轻人他好像就是要 叫做没有经历过事 他不知道害怕 当你一下子冲到这个悬崖顶的时候 你会非常害怕掉下来 对吧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 给客户们搭一些蜘蛛网 一层一层一道一道 把客户支住 不管什么情况下 发生了什么事 至少我们能把客户救回来 刚才聊到了很多的 这个保险的种类 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收入 还有这个贷款的保险 这相当于是保证的 好像是现金流一样 然后我们还聊到 这个人寿保险 如果我们的人出现了一些问题 它可以保证 保证我们的这个资产 我们刚才还聊到 这个重大疾病 重大疾病险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然后还根据你到底是 有的人是自己做生意 自雇 那可能你的这个保单 这个收入的这个保险 可能要根据你的这个 毛收入算 不算是净收入 而如果你其实打工的话 你可以按照 等于是你挣工资 你就按照你的工资 工资去保 如果你可能现在 不是在工作 可能是保的 就相当于是 你可以去保这个 如果你有贷款的话 你可以去保你的 这个贷款的这个保险 非常感谢梁燕 那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 留一下呢 好 我的电话是 0275-437-888 我的电话是 0275-437-888 网站呢是 www.assureme.co.nz 也可以联系WeChat WeChat是最方便的 WeChat的号码是 NZ0275-437-888 我叫梁燕 我的公众号也叫 assureme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梁燕 今天我相信大家 也学到了很多 关于保险这个知识 那这是2019年 我们的第一期的节目 在这里呢 也希望广大听众呢 在2019年当中呢 有钱 有闲 有健康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我希望各位听众 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大家如果 对于这个房产投资 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 我也希望你可以 加我的这个微信 我个人的微信是 YBBESTNZ YBBESTNZ 我们有 我们的这个讨论群 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可以加我的这个私人微信 我可以把你拉到 我们的这个讨论群里 因为有嘉宾来我的节目呢 惯例呢 我都会做一个这个 免责的声明 因为我并不了解你 并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全职工作 还是在全职的房产投资 还是在这个 正在买自己的第一套的 这个自住房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 把在节目当中 所听到的这些信息呢 作为一种教育的信息 你不可以把你在节目当中 所听到的东西呢 作为给你的这种专业的建议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去咨询专业的人士 那在我的节目上 这种专业人士 我也请到了很多 然后呢 你可以翻一翻 前几期当中 我们也请到了非常多的这个专家 如果你去联系他们的话 我相信他们会非常乐意 去为你量身打造一套 非常适合你的这种投资 或者买房的计划 那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那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